我记得就是我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是很喜欢那些奢侈品 那他呢就买了很好的这什么腰带呀鞋子呀 就带到宿舍里面去 那就是这是他人生当时寻找自己位置 所有的标志性的物品 他当时还没有信住 然后呢有一天有一个同学 把他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一次性全部偷走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妈妈 我所有值钱的有价值的东西全都没有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的腰带 我的名牌鞋子 我的这个手表 我的钱包都不见了 那他就说 他说我现在就要疯了 那我就跟他说都不见了 他说是啊 我说你知道是谁拿的吗 他说我知道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 我当时我就在电话旁边 我就听着我就问他 我就说你还在吗 他说我还在呀妈 我还在 我说是啊 我说他拿走的 是他可以拿走的对不对 他说是啊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你还有你自己呀 你还在那儿 你很安全 你都好啊 然后他就说 这样好 然后他说是啊 我都我说你都很好 是不是 他说我说你丢的东西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很重要 他说这是我所有的都没有了 我说儿子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你还是你吗 你现在是谁 然后我当时特别感恩神 给他一个机会 学习让他扔掉他生命当中 这些绝对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当时就想说 哦 虽然我东西都丢了 好像我还好 所以后来我们俩就在电话里聊 然后就说那你要怎么办 他也很生气 当时当然我也听他 他也很生气 啊怎么怎么样 后来那我就说 好像其实也没改变什么 他说后来他想一想 他说是啊 也没改变什么 对呀 我们还在打电话 我们都还好 都还平安 都还安全 所以 后来从那以后 他就说妈妈 我学到了一个功课 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 证明我是谁